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阳神教练 今天为了给你们拍这些小学 我现在1点20才到荆州 今天晚上飞机到武汉就会晚点 刚刚到酒店 明天早上7点钟 跟那个小李姐约了早餐的地方同便 明天我会邀请王小林 然后做一期陪她训练 然后再做一系列的一些教学 明天早上见 那我昨天晚上也是凌晨1点多才到荆州 今天要去找我的师姐 也是师爷冠军王小林 来教大家一些羽毛要求的一些训练方法 差不多我现在就要去找她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小馆 然后看看她会教大家一些什么技术 那我们就出发 走吧 请 嗨姐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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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李 世界冠军 湖北武汉人 我们不光是老乡 还是同门师兄弟 我们都是师从孔信侠教练 那小李姐的成绩非常辉煌 06年开始征战世界级的比赛 获得世界青年锦标赛 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先后和马进鱼洋配队 都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大大小小公开赛 冠军拿到手软 昨天晚上 记得中一点满台到这边 今天晚点 辛苦辛苦辛苦 走走走走 你谈谈我那个 那个 装他转变 谈谈啊 我不还帮你转发 你蛮多 很不错啊 还可以 然后我今天就是我想过来 照理就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经验吧 和大家 然后你们今天是 今天礼拜十六挑战 我们今天挑战 大概三五十年 大概十年你们 周时一般会联盟队 周时一般挑战 你会联一些趣味型的东西吧 就是说 业余小时候 就是在大小学生 业枯萎 然后业枯萎 然后业枯萎 有一些让他们鼓洋的一些 鼓洋的一些趣味 趣味的新东西 对 那我们都去吧 那我们可以 开始给大家 录一个 行 开始我们今天 你搬进去训练吧 好 OK 走 今天是周四 一般对于我们专业的训练来说 周四它是属于一个调整日 那我们都会玩一些游戏 一些虚伪性的东西 那小李姐她已经是老将了 她身上的伤币很多 像我们运动员基本上 都已经是病酒成衣了 像这些打工袋呀 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 就像 机械化 流水线一样的操作 都没有问题 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你首先要放海绵 海外绵之后 然后来绑固定的胶带 胶带绑完之后呢 你还要绑弹 弹力 弹力集贴 弹力集贴绑完之后 打比胎的时候 还要带护具 真的是很累的运动员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 对我们国家的运动员 多多的包容 以一个宽容的态度 去支持他们 去给他们加油 也是希望大家 要多多的练这个 保护的力量 让自己的肌肉变强 最好是尽量避免在 运动当中受伤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调整日的一些小游戏 我们的第一个游戏 是叫做 残疾人打羽毛球 然后在我们人数 比较多的情况下 可以来这样一个 比较乐趣的 一个热身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我们分两边 然后一边可以 一般情况下 可以做五到十个人 这个规则是 可以传球 就是你一边 你接到球这边 最多可以传三下 然后对打 正常的规则 就是按照比赛 羽毛球的规则 这个热身活动 它一个是比较有乐趣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锻炼你的腰腹 你的一个协调性 还有一个手腕鞭打的一个能力 这个活动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 自己在受伤伤中 在打架的时候 都可以一起玩一玩 然后当然输了之后 会有惩罚 我是绝对不会练向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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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一 二 三 半 半 半 然后这是一个三打三的一个训练 也是算游戏吧 乐趣游戏 因为现在这个三打三的比赛在全国也是 在幼游界也是比较火 这个游戏我觉得也是比较锻炼一个双打的一个能力 包括一些发接法一些不过一些抽打算会比较多 速度节奏会比较快 所以说这个对你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那六个人一旦有一个或者两个水平 成事不及的那就很难打起来 所以说这个游戏一般都是 我们六个人打大家水平差不多 可以打得起来的情况下可以玩这个游戏 这个对你的双打是非常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一些防守啊一些发接法一些进攻 都是按照双篮的套路来实时进行的 所以说这个我也是很建议 就是大家在几个球游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三打三的一个这种游戏 这种训练 那当然除了三打三 还可以六打六 七打七八打八 十打十都行 那这个时候就要运用到两个场地 两到三个场地 那如果是你们一方超过六个人 比如说八个人十个人的话 你们可以拿两个球来打 就是大家以双打的一个形式 然后平均站位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一个对抗 然后非常考验你的反应能力 然后往前的人你们要把头看好 因为这个一旦球后场的队友 球一给高就非常容易赔跑投 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就是在水平 差不多的喜欢下这样来打 那如果个别两三个水平撑似不齐的话 也不好打起来 然后这个是单个场地的四打四的训练 那这个四打四的就像攻略一样 就是四个对四个 然后一遍场地 规则就是双打的规则 那跟他不同就是谁失误了谁又下去 好的比如说我方输一个 然后我方就变成三打四 然后我方又输一个 然后又是二打四 如果我再输一个 那就是一队是一直打到 你们这边一直打到没人为止 然后这边获胜的队伍就加一分 通常我们是七分为一局 这个像这几个游戏都是在我们专业队 像周四这种逃整日的活动当中 比较常见的几种玩法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感受感受 然后跟我们去玩一下这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好那今天的这个教学 它主要就是教大家 像我们这样专业队 调整日 一些玩的一些日常的小游戏 然后下一期 网小礼 它会教大家一个吊球的一个技巧 希望大家下期准时来观看 那我们下期见 这是这一期的走行 新留言 看到他的留言 我也回想起我们原来一起和队友们 一起朝夕相处拼搏的日子 非常感谢这名球友 我也会满足他一个小愿望 谢谢大家的支持 更多有趣装插的羽毛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新郎微博 阳城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